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呢,阿里又干了一件大事 就是他把这个WAN2.1这个模型给开源了 也就是之前我们在通一万象使用到的这个模型 当时我就觉得通一万象生成的视频质量非常的高 我也经常用它来做一些视频的素材 它最长只能生成6秒的视频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些素材是不是很熟悉 你像这个背景画面我在有一期的视频内容中就用到过 特别的清晰 还有他生成的一些城市的接近也是很有氛围 WAN2.1这个模型呢 在三天前更新之后就冲到了Webatch这个排行榜的第一位 Webatch是一个视频模型的排行榜 我们这里全选择打勾看一下 他在这个不管是开源模型还是必源模型的排行中 都排在第一位 超过了比较知名的 比如说混元 吉梦 还有sora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对比一下它的效果 这个是前段时间接月星程开源的一款 视频生成模型 也号称非常的强 我们用同样的提示词 和 V2.1 进行对比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示词 传之破浪前行 留下白色水痕 传手机器层层波浪 繁华都市的天际线在前方衍生 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闪烁着玻璃 墙的反光 与男子孤独的背影形成鲜明的对比 西洋余晖洒在水面 汇出一副金色的画卷 远景 广角镜头 捕捉广阔的城市与海面 我们来对比看一下这两段视频的效果 左面是通一万象生成的视频 右面是接月星程生成的视频 无论从清晰度 还是体现出来的意境 这两方面看 通一万象 相比有明显的优势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通一万象更符合提示词 传手 机器层层波浪 接月星程传手机器的层层波浪并不明显 而且我写这段提示词脑中浮现的画面 是陈浩南和蒋天生 在船上对话 前面是维多地亚海港的那一个画面 很显然 通一万象更符合我当时脑中所想 因为我在提示词中也提到有一个男子的背影 而接月星程生成的这个视频呢 完全看不到男子 简单对比完成之后 我们再回到万2.1的主页面 看他的介绍是怎么说的 我用KIMI翻译了一下 他就巴拉巴拉说了一堆 我们怎么好 支持消费机显卡 4080P的视频仅需要8.19G显存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支持中英文 提示词的视频生成模型 这里我们就被演示了 2月27号万2.1模型被COMFUI的官方所支持 模型分为纹身视频和图声视频两种 一共有四个模型 纹身视频分为1.3B和14B 分别可以生成480P和720P的视频 图声视频都是14B模型 也分别支持480和720P 我们来点开看一下480P的模型 这个模型非常的大 模型分为7节 下载下来有60多G 所以 介于此原因呢 天机大佬也是非常的及时 在模型推出的同时 他就将这个模型做了一个混合精度的量化 量化过后的模型呢 虽然生成的质量有所降低 但仍然优于其他本地视频生成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演示 这个效果还可以 细节仍然很丰富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 在Confi UI中如何部署这个模型 并且优化视频生成的速度 至少达到了一个能用的程度 目前这个节点一直在更新 总体思路是我们按照KG大神给出的步骤 安装这个节点 然后将Example Workflows 其中列出的工作流 拖到Confi UI中 就可以把模型跑起来 目前列出的工作流 一共有4个 图生视频 纹生视频 纹生长视频是4个小时之前刚更新的 还有视频生视频 这里就以480P 图生视频 作为举例 按照提示 首先要克隆此段代码 打开 Confi UI Customer Nose 文件夹 用行命令行 输入GitClone命令 粘贴链接 用行命令 安装完成之后 关闭命令行 找到OneVideo Vapor 这个文件夹 在此文件夹下 再用行 命令行 拷贝 PAP命令 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将它关闭 打开Confi UI界面 点击版本管理 选择 选择到最新版的 Confi UI版本 移动Confi UI 打开之后 我们再回到KG大佬的Github主页 根据提示下载模型 在这个Huggenface页面上 我们可以下载到KG大佬量化出来的所有模型 模型比较多 大概分这么几类 一个是主模型 另一种是VAE模型 VAE模型分两种 一个是BF16 还有一个是FP32 两种精度 第三种是Clip编码器 最后一种是文本编码器 也分为两种 我们可以将这些模型都下载下来 目前资源比较紧张 经常会中断 我会将下载好的权重 上传到网盘上 链接放到视频的下方 也相当于为KG大佬做一个风流 我们来对比看模型权重的结构 所有的模型都会放到ConfUI目录下的Modus文件夹下 主模型呢 会放到DiffusionModus这个文件夹下 像这五个模型 都会放到DiffusionModus文件夹下 VAE我们就对应到VAE文件夹下 Clip对应Clip文件夹 最后这两个对应到TestEncorder文件夹 我们将这个文件夹拷贝到ConfUI目录中 将其护盖安装 我尽量用KG的量化模型去跑 如果有的老板显存是12G甚至8G CT96大神也给出了他的GGUF量化版本 这是CT96大神 他跟Face主页 我们往下拉 点击这个选项 有各种尺寸的量化版本 Q3一直到Q8 但是这个量化版本我觉得至少得扣5以上 Q3、Q4牺牲的精度太多了 以上是模型部分 之后我们打开 OneVideoVapor这个文件夹 加载里面的工作流 注意一定要从OneVideoVapor这个文件夹打开工作流 不然就会加载不上 有了工作流我们就可以跑起来试试 但是如果不做参数更改的话 用行起来会非常耗时 要加速工作流的用行速度 我们就会用到SageAttention这个节点 在这 这节点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加速 应用也挺广泛 比如说预训练、微调都会用到这个节点 我们来演示如何安装 打开SageAttention Github网站 翻译成中文看一下它的作用 主要功能就是在大多数GPU上 实现了令人惊讶的速度 同时不影响所有模型的种确性 据说能提高速度40%以上 网站上也给了一个安装步骤 基础环境是 Person的版本大于3.9 Touch版本大于2.3 Tricion的版本大于3.0 Tricion就特别的难安装 在CSDN上还有AI里边各种找 Tricion这插件都安装不上 然后提问Github组也不回答 不过还得依靠Github 这就由牛人列出如何在Windows环境下安装这个Tricion 我建议Win10选择的版本是3.1 CP3.0 将这个插件下载到康复UI目录下 打开区域启动器 启动命令提示行 复制这行命令 Ping Start 后面是Tricion的路径 点回车 将它接入环境 之后再根据Github上边的步骤进行安装 分别复制这三条命令到命令行 因为我已经安装过 只是操作一下不执行 克隆好仓库之后 ZD到SageAttention 复制这条命令进行安装 如果出现问题 可以问下AI 都是一些小问题了 到这一步AI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实测下来 Germly对于康复UI的回答是要优于DeepSync的 比DeepSync更准确 安装完回到康复UI界面 选择SageAttention 再运行就不会报错了 我们试着用行了一下 我这个提示词也不是很标准 美女脱衣服 81帧的视频 我们看一下他用了多长时间 2000多秒 我这个3070大约是跑了40分钟 已经很不错了 当时我没有安装 FageAttention 是一个小时起步的 我们再来测一段中文提示词 我们可以看到中文提示词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制屏生成的效果不敬人意 这跟我的机器的性能有关系 更好的视频质量留给 有更高配置的老板们 测试 我当时跑魂元模型的时候 搞了一下午 最后连代码都改了 出来的视频还是模糊的 好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